这就直接在这边做好了 我先把这个进口纸产品先缩小 然后接下来的这一块 我就纯粹去放现象观察 好了那请第一组回答你这边 你这边看到了什么 各位知道什么叫现象观察吗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进口分析仪表版 然后呢你看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是什么 这一张图是各年进口统计 你看到了什么 第一组有没有同学可以回答我 第一组你们看到了什么 或者是你想要讲哪一张图表都可以 你们有看到一个事情在这里 你会知道的 你会知道的 这一张图表的 我们看到了这个 不几口啊 对于你面语 然后它是一个 的一张图表 所以在这里有 一种的情况 开始有它是想象徒 这种的 包括这十年 感谢观看 好第二组 第一组他说 2010到2015年 进口需求逐年下降 然后2016到2021 进口需求逐年上升 好第二组 简派一位代表回答 你看到了什么 还是我们一直这样子 靠到下午4点半 来第二组 我跟你讲 我只有一个小时讲 这个现象观察 这个是这个课程里面 这个绝对是这个课程里面 你的老板 他想听的东西 等一下就是说这10个 10个现象 你最多假设 你今天有机会报告给财政部部长 听 他可能只能给你一分钟 你就会想说 那我这10个现象 我到底要讲哪一个 听得懂吗 所以拜托 请大家配合一下 动动你的嘴巴 好吗